最近宁波的李先生开车回家的途中 有一个人突然扑到了他的车上 大喊大叫起来 我们来看大屏幕 不过这个人在看到李先生的车上 装有一个小小的摄像头以后 又马上溜走了 这个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当天晚上五点多 小李开车经过一段闹市的夜市 当时车速只有每小时三十多公里 当车进入灯光轿暗的路段时 一个男子扑到了轿车的引擎盖上 小李的行车记录仪 拍下了当时的情况 报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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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慌论中的小李让妻子赶快报警 直接在那个扑过去 扑了好意外 他就在上面一直扑腾扑腾的 年纪大概四十来岁 那个在引擎盖上的男子 一边不停地喊叫 还不时地抬头看看小李的反应 当他看到车上的摄像头以后 上演了更搞笑的一幕 这里还有一个人 慢慢走过去直接拍一下 后来他也在骂人 两个人随即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小李发现自己的白色车头 竟然还流下了一团血迹 原来那个男子是个碰瓷的 不知道是鸡血还是人血 这件事情一定要先报警 不要私了 实际上肯定是你自己亏的